英姿萨爽 陈子怡今年才13岁 就已经是一名武术高手 她去年夺得第六届 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的冠军 我本身就很喜欢表演 所以武术是一个 表演项目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继续下去 然后让我自己变得更强壮 八岁进入国家青少年队 在八岁的时候 我也有去菲律宾的少年赛 九岁也有去土耳其 十岁去蒙古 十一岁去保加利亚 我觉得我自己在武术方面 有不错的成绩 子怡去年凭着武术才华 通过直接招生计划进入南洋女子中学 目前就读中医 她的母亲说 选择南洋女中是希望继续培养女儿的武术天分 基本上当我选中学的时候 我第一次想的就是 我要这间学校有武术 不是每间学校有武术 然后翻了翻就是几间 那间学校有武术 真正有武术的学校 哇 都是名校 所以当然看到了那个名单 每个人都觉得南洋 毕竟是一间非常忧郁的学校 然后又是一个女校 然后武术又很好 那当然就这样子希望她可以进 然而子怡除了加入校队 也是国家少年队的成员 一个星期五天的训练 再加上校外还有额外培训 让她感到吃不消 因为我的时间比较跟其他同学不一样 我有很多的时间都放在武术 所以如果多点时间学习的话 我觉得我的成绩应该会更高 我需要兼顾读书方面 还有武术方面 所以我觉得我的确是牺牲挺多的 我的朋友去玩的时候我要读书 我家人出去的时候我要训练 所以我觉得好像很没有时间似的 南洋女中的校长王梅凤 告诉前线编导 学校向来都有开办补习班 帮助成绩较差的学生 让他们跟上学习进度 在临选直接招生计划的学生时 学校会参考学生从小一到小五的考试成绩 确保学生被录取后能融入学校环境 因为孩子们在小学基本上都度过了五六年的时间 所以从这个五六年我们都能够看出孩子在这方面的能力 当然有个别的孩子可能也有大起大落的 但这样的孩子我们过去也会比较谨慎的选择 教育部希望家长在为孩子选择学校时 从孩子的需求出发 我们有希望家长们在协助孩子选择中学的时候 把他的兴趣态度能力也考虑在内 而去尽量找一些学校是他们认为是符合孩子们的需求的 不要只一味地去追求可能很受欢迎的学校 通过这几种层面我们是希望尽量能够让孩子进入一所 他心仪可是又能够适应的学校 让他们快乐健康的成长 徐多佳是女皇道中学的中三生 也是足球校队的副队长 足球是他的强项 因此当他通过DSA计划申请中学时 便选择了这所学校 在这里他按照自己的进度学习 他原本进入普通工艺课程 后来在中一年终考试考取优异的成绩 而转入普通学术课程 我的练习还没有开始的时候 我会做我的功课 还有星期一 星期三 星期五是我的练习 所以星期二还有星期四我会读书 我很累可是我可以忍耐 因为在星期六我会睡觉 我鼓励自己好像我是 我自己说我是第一名 第一名我可以做的 我要给我的父母开心 一些父母也了解到 因材施教的重要性 像恩欣的父亲 就希望先帮女儿打好课业基础 再来选择适合的中学 免得她日后面对不必要的压力 我们在尽量帮她 她学校的老师也是在尽量帮她 提升她自己的华文程度 而我们刚刚finish up那个PTC 跟那些老师都有沟通 他们老师都很积极地在帮她 提高她自己的那个level 玉郎中学是一所提供DSA课程的学校 专场是篮球和排球 校长陈玉京强调 天赋是与生俱来的 父母不应该为了让孩子进入某所学校 而强加在他们身上 不是因为我学生没有那个天赋 我就故意刻意地去叫学生参加一些课程 就是希望他们能培养出那个天赋 所以我觉得这个想法是不大正确的 就是我觉得家长应该问一下他们的学生 你到底喜欢的是什么 你心仪的是什么 你真的想做的是什么 如果他们的兴趣真的不是排球不是篮球 我觉得家长应该去看一下别的学校 每一所学校都有不同的项目 所以就是看哪一个项目 其实是真的是你的孩子的潜能所在 整体而言我们是希望让家长跟孩子们 接下来继续朝着全面发展的这个方向 不要过度去强调学业和成绩或表现 也不要过度强调哪一所学校是比较受欢迎 而你孩子应该进的那所学校 把他们的重心回归到孩子长远全面的发展 如何让孩子能够在学习过程中 得到满足乐趣启发 行行出状远 每个孩子都是不同的 也都是独特的 能让他们根据自己的个性 兴趣和潜能各自发展 他们才会享受学校生活 乐于学习 前线追踪 欢迎您针对任何课题发表意见和看法 以及提供节目素材和线索 让我们为您追踪报道 您也可以到八频道新闻及时事节目的网站 重温节目和观看别家视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